園頂就在這 所以現在我就有很多的資料可以去運動 去比對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園頂這個位置 發現而且東北院是不是只有這棟房子 旁邊這個也是 這個是 這都是 他是一整個接過 然後這就是他那個整個燦敗的那條 燦敗道 燦敗道 對 就是這一條 空照跟照片一對起來就很清楚了 那也許有些這個 呃 人可能 早期還有去過西門町的話 你可能會記得這邊其實以前是武昌派出所 哈哈 對 這地方是武昌派出所 然後 呃 這一個寺院底下 剛剛講的 他的底下那一層是關押的地方 那 真訊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旁邊這些小房子上 在這裡進行 所以真訊的時候是人要被拖出來 到外面真訊 不是在裡面真訊 裡面就是關門 嘿 這個小模型我們的那個 模型師也可以看得到 一樓裡面就小小見人 一見一見很獨立這樣子 所以同案的人不會把你關在一起 然後這邊基本上都是盡量都是獨居為主 好 所以整個接過都是喔 不是只有這一棟 那 這個接過今天是什麼 獅子林 獅子林大樓 是這一排 是這一個 啊 這邊還有一棟 這邊還有一棟 就是那個 陳平啊 我在那裡 你看到這邊 就像這樣 就是一個很 西中平常的接近 所以 你看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進入這個地層的概念 一層一層的撥開 你要看得見 人家看不見的東西 我們看到的這些大樓 雖然是這個 無印良品 Sony什麼成品 可是我們看到的 其實背後 我就知道說 以前 其實是 印度式的 房子 以前的接過這麼大 還有什麼附屬空間 以前是 這塊的 這個 冰冰監獄 那這個東北院是 很有意思是 他在 我去調查 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這樣的寺院 然後在這個 日本人走了以後 會拿來做冰冰監獄 為什麼 我們 我們 有幾個人 有很多懷疑 就